对于新北校园割警案 三组总统候选人也为此发声并提出看法 国民党侯友宜是提出了四点呼吁 包含检讨少年事件处理法 要向犯罪来宣战 而民营党赖清德则表示 未来会具体从提升心理辅导机制 加强社会安全网2.0来从源头处理 而民用党柯文哲则点出了 要增加中小学的专职辅导人力 强调社会和校园安全 必须要从制度面来解决 新北国中生割警案 令质疑请假参选的新北市长 侯友宜没有积极发声 侯友宜28号表示 当天晚上就到医院探视孩子跟家属 只是没有第一时间对外公布 也在脸书提出四点呼吁 包括检讨少年事件处理法等 认为暴力毒品诈骗帮派犯罪 已经入侵校园 必须拿出态度向犯罪宣战 你要等法院 民进党总统候选 赖清德也在脸书表示 这起事件凸显校园霸凌的问题 未来将具体从提升心理辅导机制 加强社会安全网2.0等多面向着手 政府会投入更多资源从源头处理 确保遗憾不再发生 上午他出席客家贡献奖活动 也抛出未来会积极推动客家新六大行动方案 第一个就是公共客家 因为客已经成为母女 客应该成为在公共服务的议员 特别是在公务机关里面 其实这样啦 因为我们跟中国关系不好 他才会挖你抢脚 你要是没有那么紧张 他也不见得要去抢你那么多 但是对我来讲 我对邦交国的数目 我是比较自然 您是说即使到零都没有关系 对啊 民众党总统候选客文哲 二十八号上午没有公开行程 除了接受Podcast专访时 大谈两岸外交议题 二十七号就在脸书 对新北学生事件表示哀悼 期盼校方尽速启动辅导机制 帮助师生早日走出阴霾 也要增加中小学校专职辅导人力 并且加强校方跟周边警销 强调社会与校园安全 必须从制度层面解决 记者韩英朋友综合报道 打开我